大家好,欢迎来到奇谈古今,我是沐璇 今天为大家带来也是一个历史故事 或是一个历史谜团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谜团的揭秘 谜团就是获取病是怎么死的 先扯一个别的话题 就是大家不知道用不用年话 就是在一些乡下呀,现在还流行年话 年话是一段最多的是玉池宫和秦书宝 就是秦穷尽德 多年前我在市面上我看到的义父是罗承和陈晓金 然后其中我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 他还曾见到魏清和获取病的年话 我说秦穷尽德可以 罗承陈晓金也还凑合 但是魏清和获取病 这个恐怕作为萌会是不合时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获取病才活到23岁呀 你让这样一个人做门神 你心里有安全感吧 对不对 他跟魏清完全是 魏清是最后是年老而终啊 是获取病一年早逝 不一样啊 他们也不能做成对比啊 这是个题外话 那我们今天就谈一谈这个 获取病是怎么死的 这个很奇怪 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 死的时候 汉武帝没有说表明一种姿态 说是我要彻查到底 找到死因公布于事 反而只是隆重隆重再隆重厚葬 悲痛悲痛再悲痛的表达 反正就是没有实际的这个 刨根问底 或许你究竟是怎么死的 这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 那么我呢就读了几遍 这篇列传就是魏清还有霍取病 还有李广等这几篇列传合着读起来 我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分享给大家 我认为霍取病呢 多数情况下是被李氏家族给谋杀而死 何出此言呢 我们看看 首先 在军队系统里面 当时是分为三大派系的 一个是魏清霍取病派系 一个是李广李家军派系 还有一个是成不实派系 成不实呢 就在驻扎在今天的河北山西那一块主要是防御匈奴的一道防线 重要防线 他呢 因为 喜欢用那种 铁炉字 就是 嗯 那个战术叫什么 就是 铁桶镇 对 一个铁桶镇 你就是攻不进来 你匈奴也不能奈我和 你都是骑兵 我弄深深的堡垒 所以呢 成不实将军呢 再加上他训练军队 就是很有纪律 所以匈奴呢 一般是不招惹他的 所以呢 他不扎的那一块相安无事 他自己 也有外号 叫 不败将军 那么 剩下的两个派系呢 就是 李氏家族 跟这个 魏霍家族 魏清跟霍迁 算是一个家族 我简称魏霍家族 李氏家族呢 就是 李广 所带的那一帮人 以及 李感 所带的那帮兵 他们 最开始产生了一个 比较大的矛盾 是什么呢 就是李广 在魏清面前 因为丢了面子 然后 自杀而死 这已然 就导致李氏家族 跟这个魏霍家族 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但是呢 霍去病呢 又因为李感去 去找那个魏清算账的事 牙字必报 然后 案件伤了李感 这就是 两个家族 魏霍家族跟李氏家族间的矛盾激化了 火上浇油了 那么 这就出现了 杀人的动机 为 李家 找公道 或者为李家 报仇 或者是为了 报李家的治恩 为什么 会这么说呢 因为 李广带兵 有一个特点 他跟程不时 刚好相反 程不时带兵呢 就是 军队 纪律非常严明 不准 不准条例太多了 但在李广的 迎战下面呢 没有那么多不准 基本上是很松散 一般 只要不犯大的错误 大的事 都可以原谅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在 交战的时候 身先士卒 在 遇到 患难的时候呢 共患难 比方说 你如果 都饿得不行了 先找到 食物了 那李广 我作为一个将军 我让你士兵先吃 找到水 都饥渴难耐 先让士兵先喝 这样呢 就完全收买了军心 这些当兵的 就 虽然说生活上放纵 但是呢 心已经 我愿意 为你李将军卖命 我愿意 去听从你的调遣 这个就很厉害 这就是 五起兵法 所讲的 就是 买人心 收买人心 所以呢 我们 就可以推测 在李家军 手下 会不会就有一个 曾获得过 李广知遇之恩 的一个人物 然后或者是一个死士 或者是培养的一个士 去杀了 霍取兵 什么手段 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 谋杀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 那时候仍然流行着刺客 死士 视为知己者死 流行着这些文化理念 我们看 春秋战国时候 那些著名的刺客 专注要离遇让 等等的 这些 这些人不都是为了 报答知遇之恩吗 或者是 都是为了 心中的一个信念 示为知己者死吗 最后去完成 这个杀人的任务吗 那么 李氏家族 李氏这么会收买人心 他也有可能 然后干这样的事啊 更何况 秦国 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王朝 漢朝 到汉武帝的时候 才建国没多少年 公元前九十几年 公元前一百多年 这个离战国时候 才相去一百多年呢 这种理念刺客精神 仍然还在 所以呢 霍军 你这样欺负李氏家族 李氏家族现在的人 就有 要为李氏出口气的 这是很有可能的 再加上霍军呢 本身又是一个 飞扬跋扈 又是一个很张扬 很桀骜的一个人 所以呢 不喜欢的人 大有人在 但是没有那个动机去杀他 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杀他 但是呢刺客跟氏是不一样的 刺客跟氏 他们是舍身取义 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 这我们 我们想想有个张艺谋的英雄 里面 很多就是千军万马当中 去杀过去 去杀那个 想要杀的那个人 哪有那么简单 那只是隐士 只是一种文学化 真正的历史上 真正是刺客 杀人是怎么杀人的 都是用脑子 用脑子 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出手 刺 你看专 那个专猪刺王寮 就专门学厨艺 怎么做鱼 学了好多年 学成了这个技巧 把鱼藏在鱼肚子里面 最后杀了王寮 当然他自己也被 砍成肉酱的 无所谓 我完成任务就行了 我的死无所谓 我必定是追求 亲屎留民的 那鱼让 故意抹漆 把身上烂掉 然后再把喉咙吞炭 把声音变掉 让你认不出来 是我 三番五次再害你 再杀你 要离那么弱小 短小的一个人 去杀高大威武英俊 奔跑冠军 沁济 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就凭着信念 凭着头脑去杀人 请问 霍续病 你 你能防一个防两个 你能防住 这几个人吗 你能防住 那案件 所以呢 在这个角度上 霍续病 很有可能 就是被 李家培 李家培养的 或者是 心里 追随李氏的 人 给报复而死 那 我们如果是 我们这样一推论下来的话 就合情合理的 汉武帝 就知道 很快就知道这个事情 汉武帝肯定是最想知道 霍续病是怎么死的那个人 但是汉武帝没有在追究啊 为什么 你如果追究了 这一个人 你就会导致 但是 整个李氏家族 跟这个 魏霍家族的这个矛盾 暗地里的矛盾 弄到台面上来了 弄到台面上来 那 你军队的战斗力 就大打折扣啊 你还怎么对抗匈奴啊 虽然说 在霍续病死之前 把匈奴赶到了 墨北2500里 但是 霍续病死了以后 死灰复燃了 匈奴又继续 集结成一支强军了 大汉仍然是文风丧胆的 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公布出去 你公布在 公布在国内 军情涣散 内部不团结 你公布在外 那匈奴高兴死了 哦 你这个那个 我们最害怕的霍续病 都死了 那个真是好机会呀 等等 迫于内外的考虑 汉武帝忍了 就把这个事情就压下去了 他这个事情 他最好解决方式 就是后葬 就是在姿态上 表示自己很悲痛 然后后葬后葬 然后悲痛悲痛 就解决就行了 他不能再去用 所以如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史书上也没有 描写太多 如果一 史书上也 其实也我故意 也是春秋笔法 他是想让我们大家读出来 但是又不能写白了 我们大家如果仔细的 见赏一下这个 实际的话 发现 李广 这个人 是有很多 性格棱角的 比方说他曾经 他还不是太守的时候 他过一个 他被罢官了以后 到一个地方去 被一个守门的人 守门的人是按照职责所在 不让他进 后来李广都把这个仇记下了 曾经当上太守的话 他就到人家那去 把人家说 那天那个谁来当秦 把那个叫出来 叫出来以后二话不说 拖出去斩了 李广就是一个这样很心胸狭小的人 但是我们看司马弦在写李广的时候 写的是有学有柔 读来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真性情中人 是一个真人 是一个 虽然有缺陷有瑕疵 但是一个英雄 相比在写魏清跟霍续病的时候 笔法又不一样了 写的魏清跟霍续病两个 那个霍续病 张扬跋扈 那个魏清呢 就是臣服极深 其实我们同司马迁的这种 这种写法上 我们就能读出司马迁的喜好 司马迁就是喜欢李广这样 性情中人 不喜欢魏清这样的 深谋远虑 老谋深算 更不喜欢这个 霍续病这样飞扬跋扈 隔壹 港币自用的人 他有可能用了这么一种笔法 让我们自己体悟出 是李家的人 报复了霍续病 直过没有写出来 这当然只是一种可能了 是我的解读 我今天把我的解读分享出来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有和我一样看法的人 分享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点娱乐吧 谢谢大家